沒有負起任何責任之前 休想在台北市動任何一個案子 台北商講完漏下狠話 三度回到民宅他縣現場 但其實在這之前 中午十二點 他還抽出時間上通告 這一次的雙城論壇 我就讓他回歸到 雙城論壇的本質 花了十五分鐘談雙城論壇 網友罵翻刷一整排留言 說事情剛發生 怎麼來接受專訪 可以先把雙城論壇放到旁邊 這並不是首要要改善的地方 藉由任何機會來向所有民眾報告 即刻處理的任何進度 住戶更痛批 反應陳勤八個多月沒人理 民進黨北市院陳怡君 售出都發局公文 今年七月六號 都發局近回函陳勤住戶 認定無危害公共安全之餘 建築工程得繼續施工 不予以列管 六月二十一 建築工程損林一役 責任歸屬初步認定 也認定住戶成情的住家傾斜 裂痕不是施工造成 讓當地住戶 甚至只能自治公告 自求多福 議員陳怡君透露 本來九號就要開協調會 沒想到會都還沒開 房子就塌了 我們不斷地反應 建築公司跟機師公會 不負責任 立委高嘉瑜更爆出 早在二零一五年 基態建設就找黑衣人 硬拆合法圍離 柯市府當時也沒大動作處理 基態建設說在市場之內 曾經找黑衣人去欺負那個民眾 基態建設離譜公安事故 從柯市府到蔣市府 究竟有沒有縱放包庇 市民都在等答案 三立新聞 黃泉柏林君 S1小組 台報道